這也是他們在今年賽季的一個大優勢 對 中距離的嘗試 林仁宏終於拿下了這場比賽 他們的第一棒 BREAKMAN沒有出手機會 下進來這個地板給球給得漂亮 這個球BREAKMAN利用自己 讓德谷拉再進去有更好的一個接球的空間 比較遠 余幻雅的三分球 WILTON 艾森隊需要這樣的進攻 大量的一個 BREAKMAN 底腳 Rubin外圍三分球 進 效應打進去但這球掉了出來 BREAKMAN 底腳 小景 外圍三分球 在那一刻 艾森隊的轉換急攻 BREAKMAN他的這個 亞森認為需要有個換人 又是德谷拉 德谷拉在今天 又把這個殘球插頂給擋 他去休息之後換上吳戴豪 無頂的三分球 BREAKMAN把握住 對 郭翰雖然是比較瘦一點 不過他的高度跟他的靈活性 還是有辦法去搶奪這個球 哇 一開始都是壓的 對手打的機率是比較高 今年你們有想到遇到 他幫你今天內心的雙俱沙斯在籃下 有一個輕鬆得分的機會 阿修羅又發生了一個失誤 前面的吳小錦 上籃得分 股股應該比他高了大概20公分以上 來肉球往外傳 吳小錦拿到分數了 沒有把他送給他去做到投射 有太多人可以來投外線了 對 這邊也把握 很想要硬打 但這個球還是從彈光彈得出來 這個球最後交給庫薩斯 對喔 跑動起來去做到轉換的急功 布隆帽 切進來 又是要倒到外圍來 三分球 進 放在可顧拉旁邊 顯得小鳥依人 哎呦 布隆帽來了 布隆帽 押進來打無帶好 齊婷跟荷翁出手 這一球彈進去 李任宏交手給到中間 波翰的人 這球再給到庫薩斯 庫薩斯交給李任宏 切進來中距離拋投技 李任宏 這個球先太強被李任宏給 預判到 裡面快攻 快攻 快升隊 這個球李任宏搶回來 離腳李任宏這邊稍微小空一下 海鮮給到後面拖車線 來的吳小子儀 現在練一隊真的小很多 而且這個防守吳小子儀是 吳怡平是沒有犯規的 對 不過海生現在的陣容雖然小 不過他們的跑動速度 還是非常的快 所以練演護 拉修羅在low pole 有一個持球單打的機會 嚴護之後外線的投籃 Brickman 把溫瑞想到外圍三分球出手沒進 Brickman 迅速的往前來帶 要給他庫薩斯在籃底先掌握到 哇一波亂流現在 突然又變成台高利益領先了 但是外圍的三分球 好可怕的地方 海生對這個球要打得謹慎一點 郭達斯籃底下 比賽的節奏打得冰 就讓海生來得更快 對 而且這也是 原本風毒教練 最喜歡的一個打法 對 吳怡平 轉身之後就出手 這球沒進 在籃底下這一個球 最後被波滿的給 因為 進去了 突然找不到人 對 對 兩人的一個溝通 對 邱子瑞 外圍的三分球 有 邱子瑞也不視落 到底誰才是 今年的這個最佳新人 邱子瑞 後撤一步 外圍三分球 差一點點 但進攻籃板 被搶到 Brickman Brickman非常清楚 現在 台港獵鷹的回防 只要 而且這個 補防的位置 對 並沒有在這個 衝撞區裡面 Brickman非常聰明 中距離的拋頭 被余荒芽把握 庫莎斯拍掉了 骨毛的手 這個手 前臂 然後造成 骨毛把這球 往外面撥出去 庫莎斯站上 還是轉一出來 憶恩宏 切進來 這一球的上籃 有兩種 對 那現在就是 台港獵鷹這邊 先發的全員 都來到了 莊衛秀的得分 這名球員對於 球賽的解讀能力 真的太好了 集挺的一個中距離 嘗試又進了 另外一邊的底角 阿修羅 轉移 李翰生 被干擾到 前面 海生要來打出 然後再利用平線的一個 小黨大的一個戰術 讓阿修羅 滑到LOMO 胡龍帽把這個 德古拉拉開來 直接面框 胡龍帽 再給余煥亞 郭薩斯 想要直接單人硬打 轉上去 最後一球 吃掉對手 哇 德古拉也不敢犯規 對 德古拉也不敢犯規 最近是在 德古拉 自己個人五次犯規之後 然後讓 庫薩斯 打上去的 應該 在下半場 已經看到第三 哇 這個球想要直上了 但庫薩斯 防守的速度 來得更快 有機會 庫薩斯 這個球 還是被他 鑽進去了 德古拉現在不敢犯規 對 所以庫薩斯 只要利用他的腳步的移動 一 一 田虹 轉身挑戰籃框 這個 超級高難度啊 哇 布朗已經站好了一個鞋防位置 這球太關鍵了 今天第一次的外圍三分進球 余煥亞 決勝十幾點 這兩個機會 余煥亞 余煥亞 終局 醉拼了 泰森那個類型真的太強了 泰森浩 泰森 外圍 三分沒有出手 葫蘿帽進 第一角 三球 美人 球被偷走 被點掉 沒有注意到 那 Bringman 中間 露燃了 胡蘭帽衝出來 哇 烈鷹的防守的一個失誤啊 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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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看一手講的 褲薩斯 再來回來到湖頂的Bringman 沒有第一時間做出手 還是要拖時間後仰那個 哇 他投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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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球 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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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